大家好 我是孫雲起 今天和大家講三分钟视频 今天点题三个字 小胜大 先讲讲讲股情况 今天市比较帅很多 高开之后曾经上过22700水平 不期后升幅稍稍收窄 最后全日都有升169点 收22675 成交比较普通 607亿 市能够升百多点 汇丰当然是英记手工 今天上升3%有多 上升63.4 与此同时内地的金融股 都很变向好 包括内险的角手 有大行唱好 立即升3.5% 成为市今天上升的功臣 说回市 今天市能够升 大家都感到意外 因为昨天一来 昨天市走势一样 特别是昨天有个重要消息 入市 深港通 正式开通 都不能够上升 大家对市有少少保留 加上国际大气候是一样 可以从以下方面说 首先一方面 国际上的息口形势 是有点令人头痛的 一方面 美国的息口形势仍然偏紧 刚刚有新联储局的重量人物 杜德利说 他都倾向比较偏紧的货币政策 令到美国的息口形势更有忧虑 加上市场 之前预期明年加息两次 是少部分人的想法 现在慢慢成为市场共识 换句话来说 美国的息口形势是差的 与此同时 内地的息口形势也不见得好 近日内地上海银行同业刷息 持续高企 令到内地人有所谓 是前方2.0的说法 前方2.0 即是2013年上次的前方 今次是第二次 整个息口形势一般 加上债市弱了一大论 见到 十年其美的国债知识 回回一点点 但仍然站在2.37 之前见过2.5 债市亦是弱 汇市亦不见得好 亚洲货币最近是保持着弱势 不止亚洲货币 人民币之前是差点的 以至昨晚曾经出过 一个错价的交易出了来 7.5 1美元对7.5人民币 出了这样的价 令大家有点担心 可能是因为这段弱势 因此错价出了来 总之来说 息口形势债市以至汇市 整个国际大气候都一般 只不过问题是 以小性大 什么小呢 就是股市的小气候仍然很帥 先看看美股 美股再升45点 隔晚 无论是盘中的高位至收市价 都是再创历史新高 19,200点 走势非常凌厉 美股带动之下 连亚洲股市今天都是全线上升 包括韩股 韩股即使朴槿惠 都说愿意落台 明年4月 不要紧 仍然是召升 而且好像出现早晨之星的走势 突破短期下降轨 走势很帥 全球股市小气候 都是靓靓仔仔 特别是部分板块 说什么板块 就是金融股的板块 以美股为例 道指 自从特朗普当选之后 升了1200点 大概 其中600点 主要是四个股份 这四个股份 两个股份是属于金融股 包括高盛和摩通 显然金融股的板块 是很靓仔 在这情况下 港股都因而受惠 所以今天汇丰急升是有原因 当然 大摩又长发好去 以至于自己有回购 亦是推动汇丰向好的原因 除了汇丰之外 今天中银香港 以至恒生 都是优于大股的表现 这么多加国万米 令市益今天就升了上去 只不过今天市能升百几点 暂时投资者都不适宜 过分看好 原因第一 第一 成交 刚才提过 600亿 上升动力不中 第二 整个大架局 仍然在保里加通道上上落落 定尾出现明显的突破 关键是要看腾讯 除了腾讯突然有转强表现 否则都不见得会大升上去 看到腾讯仍然在低位上牛皮 好似想作势堆穿低位的暂动态 在这情况下 仍然暂时维持恒生之数 在保里加通道上落的判断 好了 时间关系 加分析大致这么多 多谢大家